欢迎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家里喝不完的啤酒或过期的啤酒 如果将它倒掉又太可惜 今天猫妮给大家分享啤酒的四段妙用 让它一年帮家里省下不少钱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家里这罐啤酒没有喝完还剩下了大半罐 通常家里面的啤酒放了三天以上 里面没有气泡的时候 咱们就不要继续再喝了 啤酒里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成分 里面有17种氨基酸 包括一些微量元素以及发酵成分 都是非常营养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具体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妙用 妙用一,洗头去除头皮屑 咱们的头发经常会看起来干枯无光泽 咱们就可以在洗头的时候 可以在盆中倒入少许的啤酒 啤酒里面所含的大麦和啤酒花 能够为头发带来源源不断的营养 让发质变得更好 长期用啤酒洗头发 咱们的发质会变得非常的亮泽 洗完以后直接用洗发水再次淘洗干净即可 方法二,用啤酒加花 将啤酒与水按1-50的比例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后 一瓶非常营养的植物生长营养液就对好了 咱们直接将营养液喷洒在花草根部 啤酒里面含有二氧化碳 是植物花卉生长代谢必不可扫的物质 包括里面所含的糖分、蛋白质、磷盐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非常有利于花卉生长 能够让其生长得更加茁壮、翠绿 咱们也可将营养液涂抹在叶片上 能够让叶片更有光泽 不过这里需提醒大家 用啤酒浇花 切记不要将啤酒直接用来浇花 一定要稀释完以后才能浇花 方法三 去除厨房油污 厨房里面不管是臭油液机、灶炭 油污都非常严重 而啤酒里面所含的无基盐、有基酸、二氧化碳等 具有很强的清洁力 咱们只需在第二种方法当中 给大家提到的营养液中 加入少许食盐 那这样一瓶强效的去油污清洁液就对好了 将清洁液喷洒在需要清洁的油污处 用抹布轻轻一擦 油污轻松去除 另外咱们还可以用它来清洁厨房瓷砖 喷洒一下 轻轻一擦 油污就没有了 面容三 用锅漆啤酒擦玻璃 能够让玻璃变得更加亮堂 同时还不留水质 具体做法 直接将喷雾嘴插入液拉罐中 然后直接喷洒在玻璃上 这时需用到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咱们家的报纸 将报纸揉成一团 用来擦拭玻璃 报纸却有很强的吸水性 同时加上啤酒的趋务能力 擦完以后的玻璃变得非常亮 大家看一下 水质立马就没有了 此时可以发现 咱们的玻璃变得非常透亮 看过去就像没有玻璃一样的干净 过期啤酒喝不完该怎么办 今天猫腻给来分享的 四个省钱小妙招 大家学到了吗 学会以后 下次啤酒喝不完 可千万不要将它倒掉了 我是猫鸣 下期再见更多 新鲜有趣小妙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